hello大家好我是火星小焦 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是一款长的靴子哦 真皮的 之前在他家买过一款靴子 我觉得特别好看 不是靴子说错了 是运动鞋 这款是真皮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摸上去呢这个手感呢 这个是软皮的哦 这个做工啊 又挺好的 毕竟400多块钱嘛 我把它打开哦 好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款式 它前面呢是带这种绑带的 然后前面这个鞋头的设计也很不错 对吧 这种款式我觉得还是蛮新颖的 这个真皮的 我之前去年的时候买过一个过西的 然后今年不想买了 那种呢是鹿绒皮的 然后现在已经 也不容易打理 就是已经坏掉了 就才穿了一年 也就过年的时候穿一段时间 也没有经常穿 然后这是侧片带拉练的方便穿托 整体的做工呢 版型都还不错 现在我把它试上脚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已经穿上脚了 大家看一下哦 就是到我膝盖下面 这种是中筒靴的 版型的话就这样 上脚还可以 这款加绒的话就是有点逗了 它皮面这里面是没有绒的 就是下面鞋底 这个这一部分有点绒 还有鞋底有点绒 上面是不加绒的 这个鞋底的时候有点绒 好现在小金子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这个鞋子这样 走起来的话呢 感觉有点奇怪 就是这样走的话 会有点难受的 所以这款鞋子呢 好像设计问题吧 穿上脚不是很舒适 另外它这个版型 倒是挺好看的 旁边是带侧拉练的 这款适合配一个肉色的 一个打底裤穿啊 然后上面配一个中长款大衣啊 或者那种 短裙和短裤都可以的 这款鞋子呢 就不推荐给大家咯 因为走路的时候呢 感觉有点怪 就前面走的时候 这里就这样 弯的话 走的话 有点难受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大家就做一个参考吧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哦 记得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